今年CES2023可以說是疫情後的一個大型實體展覽 我自己覺得今年跟以往我來的時候 人頭湧湧的程度都差不多 至於其他人怎樣看呢 我就找了一個人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他覺得今年CES2023是怎樣 今天展覽的第三天 我現在就在CES的威尼斯人展館那邊 基本上這邊的環境都是比較正局的 也不是說太多人的 其實這次這個展覽某程度上就是 全球復償之後的第一次CES 雖然去年是有辦 不過去年就聽說真的好少人 今年叫做有些人 我目測我猜都有8萬人 不知道有沒有10萬 因為以前平時很多人的時候 應該是說有15至20萬人 現在你看到這個環境這麼疏落 都不是很多人的 但是展覽都不算小的 應該都跟以前差不多 但是那些位置就放得比較疏 而且在那個展覽裏面 就都真的不是很多人的 所以呢 某程度對我來說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我們可以多看一些東西 一次過 走過去也有人回答你 如果人多的時候 基本上排完隊 人家都沒有辦法載你 感覺上我覺得都值得來的 因為實際上現在這個展覽 其實我們在業界裏面是一個指標來的 幾年沒有來的 最後一次是2020年 現在來的感覺都很深 就是 就是想看回那個trend 就是都會想來看看有沒有新東西 坦白說新東西就真的不多 但是都想看回那個trend 究竟 接下來的發展是怎樣的 新產品是怎樣的 電視機有沒有靚度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這次我的感覺就是 覺得科技就好像幾年沒有特別大的進步 那當然那些防疫東西 或者那些健康產品就特別多的 那電動車都有 但是就沒有什麼人在這裏展出 什麼新產品 那但是就是都 都多說關於電動車的東西 那暫時就說到這麼多先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個PCM的報道 那祝大家身體健康